抱怨的鹅 一个农夫手持长长的竹竿,赶着一群鹅到城里去卖钱。 客观地说,为了牟利急着去赶集,他对鹅群不太客气。 途中遇到一行人,鹅儿们对着行人抱怨起主人来。 天下还有哪儿的鹅比我们更不幸,主人对我们这样粗暴无情,它像对待普通的动物一样,任意驱赶我们。 这个不学无术的人,从没有想过应该对我们特别尊敬,因为我们出身名门世家,我们的祖先曾经救过罗马。 公元前三九零年,高卢人偷袭罗马时,要不是城墙上的鹅群被惊醒,他们的叫声唤醒了守城居民,罗马城早被敌人占领了。 那时为了纪念他们,还订了个专门的节日。 行人听了以后很疑惑。 行人不耐烦地打断鹅儿们的话,这一点我知道,书上写得分明。 不过我想知道,你们做过什么贡献? 我们的祖先可是救过罗马呀。 又提祖先,可是你们自己有过什么贡献? 我们? 我们什么也没做过。 行人最后不屑地说,那你们还有什么高贵可言? 别提你们的祖先吧,他们理应受到尊敬。 而你们只配烤熟了来当食物。 � 보� Blaze Li 走 走 感谢观看